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OECD iLibrary 那这个OECD iLibrary的话呢 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一个 所出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OECD我想大家多或多或少都有听过 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那它全球有38个国家 所组成的政府间的国家经济合作的组织 总部设在巴黎 那也因为它总部设在巴黎 所以它的使用界面基本上就是英文跟法文这两种 那它有38个会员国 所以它就提供一个就是一个这个线上的平台 那就是这个会员国之间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数字 或者是相关领域的文献 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整理 所以这个OECD iLibrary的话呢 是他们会员的一个服务 那台湾没有在这个会员当中 所以这个也跟大家提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OECD的话呢 它是在台湾市属于观察员 它不是正式的这个会员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OECD当中要看到我们台湾的资料的话 可能要去看要用这个Chinese Taipei这个名称去做搜索才会有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就是先说明一下 那再来这个OECD iLibrary的话呢 它包含了书 期刊 统计的资料 资料库还有多媒体 那它涵盖十几种的预 那主题 那这个像科技 就是农业 经济 教育这一些都包含在里面 那我们举教育为例 那在它的教育的这个主题当中呢 可以看到它收入的书章节的资料 那比较有名的在教育当中的话呢 会有这个PISA PISA 它的一个就是跨国评估学生能力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话就列出他们会员国 有参与的这个会员学生的能力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可能大家或有听过的叫PISA 那我们的这个就是OSD library的话呢 它使用手册由英文版 那我们的英文版我们稍微带大家浏览一下 那在OSD library当中呢 它的主题它有分 就是它把它那些大类的内容按照主题来分 然后呢按照国家来分 或者是国家跟这个主题合在一起 然后它也有提供进阶检索 所以它可以用进阶检索的方式来搜寻 比如加引号啊布林逻辑 然后主要使用进阶检索在搜寻框 下面这边点Advanced Search就可以看得到 那上面这一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可以按照主题 主题加国家或国家等等 来做一个筛选 然后它有一个个人化的服务 像一般的平台都有这种个人化的服务 它叫这个My Favorites 那这个My Favorites的话呢 它就是提供个人化的内容 那我们的这个OSD library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如果有加信号的 它就会存在这个My Favorites当中 那我们线上如果是不一定是我们的学校或机构 有订购我们的这个OEC library 那没关系 因为这个OEC library的话 基本上它是半开放的 那这个My Favorites的话呢 它也不用去 你不用在校园内 你也不用是什么 就是使用电子资源系统登入 你就可以直接注册了 所以这个My Favorites的话呢 无关你有没有使用权 这个网站基本上就是 比半开放还开放 你就可以注册一个你自己的账号 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半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右边右下角有一个SSKey 这个SSKey的话呢 就是有看到它这边有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去阅读的这个资料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资料 你其实都可以做阅读的 那蓝色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去读这笔资料的所有的这个格式 比如说像第一个蓝色的 它有PDF跟这个READ的标志 那就代表你这两个都可以 即便你没有花任何钱去订购 你只要上网连到这里来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报告 或这笔资料 所以这个蓝色的话是 就是开绿灯的意思 全部都可以用 那如果是有些资料 它就是有锁住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颜色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 透过READ来做阅读 所以这个资料它其实 这个平台其实蛮开放的 所以我们今天线上的同学 你的学校不一定找得到OECD iLibrary 但你Google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在这边还可以看得到内容的部分 可以去筛选 那订购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差异 就是有些资料的话呢 你可以取得这个PDF的这个档案 那我们的这个统计的资料的话 在这个OECD iLibrary当中 也有这些统计的数据 那统计的数据的话 就是一些经济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统计 那等一下也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在这个统计的部分呢 可以看得到 它的统计的这个资料 农业的统计啊 等等各种的指标 然后书籍的系列 都可以在这边做使用 然后这些啊 就是统计 它其实有这个 Database的这个功能 所以它可以去做一个啊 就是变更或客制化的调整 然后啊 它的这个啊 资料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有权限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去做下载啊 或分享 download它 那这个是OECD iLibrary的一个使用手册 那接着我们就直接啊 进到这个画面来 现在啊 因为有Edge Edge大家应该啊 就是有使用这个浏览器 大家可能用Google Chrome 吗 等等 那如果你现在用Edge的话 它有搭配Trad的功能 这个Trad就是TradGPT 所以一般的搜寻 好 没有很好 Google比较好 那如果点这个Trad的话 它啊 可以让你去问问题 那我这边就问了它啊 请它简介 OECD iLibrary 那这边就是它简介的啊 内容 所以啊 就是它整合在微软的这个浏览器当中 搜索引擎并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个参考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OECD iLibrary的这个影片的介绍 那是他们官网的啊 内容 好 那我们稍微应该一下下 有关提供应该 设计 data by country or under educational policies, climate actions, or economic projections, and more. You need reliable data to support your research. If you are looking for reports and interactive data for your research presentation, OECD collects data from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official primary sources, and conducts analysis based on approved methodologies, enabling reliable country-by-country comparisons and identifying best practices. All our content is available on OECD iLibrary. From the 17 thematic collections, this intuitive platform is to go through resources for reliable variable analysis and data on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nd others. Discover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interactive data on OECD iLibrary. Use our trusted analyse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a foundation to explor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upport your work. You can browse through thousands of publications, different datasets dating back to the 1960s, and enjoy time saving features such as easy linking, citation tools, and many more. OECD iLibrary is your one-stop shop for OECD imports and data used by over 7 million researchers, students, and experts every year. Discover now on OECD iLibrary. 这是OECD的一个简介在他们的官网当中。 那我们就进到OECD当中呢看到它关于的一个部分。 这边会有它比较完整的数据的资料。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什么样的内容会收入在OECD iLibrary当中呢?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网页的翻译。 那透过Edge的话呢可以看得到它翻译的结果今年4月的话 它有一万多个电子书。 然后章节的部分。 这个书的标题跟这个章节图表。 那刚讲它有多媒体。 这个多媒体的话就是Podcast的内容。 然后摘要的部分工作的文件。 然后七个资料库。 然后它有不同的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刚看到农业经济它会有这些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透过按一下阅读的这个图示 或APP web图示。 在线上阅读它所有的这个内容。 所以这个在使用上的话呢就会方便很多。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OECD iLibrary来跟大家提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网页的翻译。 再回来英文的部分。 好。 那接着跟大家介绍OECD iLibrary的这个平台。 平台的话上面就是一些订购的这些的事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帮助的页面。 然后这边的logo一样可以点击随时回来。 那介面的话这边的语言就是法文。 那这个JA不知道是哪一个。 那我们这边的Advanced Search的话呢 点选你就可以看得到进阶检索的功能。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有新的服务。 这新的服务的话我记得之前是说要订户才能用。 所以这边的话呢就不行。 那我们如果是正常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上关键字搜寻台湾啊台北啊这一些。 然后限制的条件也在这里。 那我们如果是右手边这边的MyFavorites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它这个是个人话的服务。 可以把一些东西加成我的最爱在这边。 那这个login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对 登入我的这个MyFavorites。 所以你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来做一个登入。 那我们的OECD Alibrate的话呢 这边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上面的下拉选单。 它有这么多的这个主题。 农业跟食物啊教育啊或者是环境等等。 然后这边也有按照国家的一个分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的话被显示Chinese Taipei。 然后这边是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我可以去选择比如说经济的部分。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有 啊Kines Taipei的一个资料。 那我可以这两个做一个合并。 那这边的Catalog就是目录。 目录的话就是它所有, OECD Alibrate 当中。 它所有的资料类型, 你可以单独拉出来看。 所以你要看它的书。 paper统计的资料 就是podcast的那个内容 音档的内容这边可以 然后统计的部分 这边也有统计的这个数据跟报表 然后podcast也有单独拉出来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有些连结呢是重复的 比如说在这边 它会有这个就是podcast跟统计 然后把这两个比较常见的 把它拉到右上方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国家 我可能想关注一下全埃斯台北 我就点这个国家 看一下跟台湾有关的这个资料报告 有哪一些 然后选了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这边的排序 我们按照最新的来做一个排序 这边可以按新旧 那最新大家会发现 它的资料其实只留在2020的8月 所以它关于我们的资料 没有那么的新 这边的资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read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做一个阅读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点这个pdf 那如果你是 不是订户的话 你就看不到这个pdf档 那它要订户才能看得到 那我不是订户 我点这个read 我也可以线上浏览这个报告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就 虽然它也是pdf档 但是就是你不能下载来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个是中华台北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的页面 所以这边的资料 如果你想要加进去 就是你要去 就是登 sign in 建立这个账号 然后你才能把资料加成最爱 这个星星 一个圆圈再加上一个星星 就是我的最爱的部分 然后这笔资料 如果大家汇出的话 这边有export citation 你可以汇到 Airnote MadeLane Redbook 这一些数目管理软体当中 所以这个是按照国家来做一个区分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是按照主题的话 那就看我们关注的是哪一个领域 那比如说跟能源有关的 跟这个就业有关 发展有关的 或跟就业有关的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点选 那我们如果要看一下 跟这个 就是科技有关的 science跟technology 我就点选这个主题 那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主题的资料呢 刚刚他所拥有的资料的类型 书啊 paper啊 统计啊 podcast啊 就会整在一起 所以这边的主题的话呢 是可以按照这个主题来做使用的 那这个主题 他是 如果是订购的用户 他是分别订购的 可以看到他有这个订购 就是上面会有订购的这个选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就是如果要看一下书的部分 所有的 那点击之后 这边可以看得到 按照A到Z 或最新的2023 那我可以去做选取 可以看得到2023的这个资料 好 那这个是按照这个主题来做一个筛选 那上面我们如果要回去的话 他的路径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不用按上一页 就点这个book 你就回到这个书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去选他的主题 所以这边home我们就回来 然后这边的统计 如果我是对能源比较兴趣 点击能源 也可以看得到跟能源有关的这个主题 然后可以做浏览 那我们再去选取我们需要的内容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个walking paper的话在这里 那我一样可以做一个点选 那就会列出来 还有就是跟能源统计有关的一些 就是资料或者是这个 就是指标 那这边也会有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针对IEA的国家的能源的 就是预测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他会点这个database 他就会显示出 这个IEA国家的这个 就是相关的资讯 那点选之后就会跑出来这里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们一将是要按照这个权限 才能做一个使用 那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我们的存取是受限的 所以他没有订购的话 不是每一个资料都可以看得到 特别是这个database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的部分 如果我要选取可以去筛选 那我如果要搜寻 我们就点这个advance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搜索 所以如果我要搜寻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PISA的报告 那我就搜寻 我可以选择哪一个栏位 然后搜寻的部分 可以限定看是要在 哪个范围当中做搜索 那我们就点这个search 他就会帮我们把PISA找到的结果 一万多笔列出来 那左手边是他的筛选条件 你可以按照年份来看 然后右手边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SS key 所以如果是蓝色的 你就都可以打开 做一个阅读 然后这边的资料的话呢 你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在左手边的筛选条件 去做一个筛选 那我如果就是出版品的话 想锁定是在PISA的话 那我就点选这个PISA 然后资料如果我要看比较新的话 那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有没有 比如2020的 那点选之后就有5比2020的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如果我要阅读的话呢 我们就点选这个阅读 那这几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就没有这个资料 所以他有428页的这个报告 分成不同的级数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看一下 这些报告的内容 那因为他是付费型的一个资料库 所以刚讲半开放 就是你可以线上看 那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除非学校有订购 不然就要单篇购买 右上角的这个Buy 你可以去点击之后 做一个单篇的购入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这个是OECD library的这个搜寻的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刚讲他的目录的类型 这边有很多个 那我们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选取我们要的类型 那如果是统计的部分 点了统计可以看得到这边的一些 统计的database跟一些指标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看一下 有没有ICT的这个指标 那点了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这边的资料的类型 那点击之后 一样如果是要订购的话 才能看得到内容 像这样这个就有开放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ICT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资料你是可以去下载CSV档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表格 你可以去切换他的图或表或这个地图 做一个切换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OEC当中 他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些 就是用途 那我们的那个资料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在就是OEC当中呢 也可以去建立这个账号 那刚刚这边的open file 我点开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刚刚所下载的这一个 就是PDF档 那右上角是有这个图示的 那点击之后我们就 正常的时候就可以打开看得到 那这个以上的话呢 就是OECD他的一个大致上的介绍 我们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